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舍五路就算一米四吧 但这个轻松的背后有一些对于身高的尴尬 是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 就是学习的时候坐在椅子上边 这脚永远都够不着地 但是我踩在那个梁上边一直都是 现在有时候也是 然后呢 小的时候男同学老师帮助我 重的活啊什么的都替我干了 如果可能的话让你选择 你想长多高 那要是任意的话 那就是我媳妇多高 我比她高点就行了 所以说身高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比如说你现在比我 但是你要知道 那我现在的希望就是比您要高一点 我想问一下你 这个因为身高而产生的自卑 是从什么时候变得更淡然了 像现在这样轻松的呢 从我小时候说起上初一的时候 突然变成了留守儿童 父母都不在身边了 我初中的时候不是住校吗 到周六日的时候 别的同学都回家了 我回家的话也是一个人 所以我就不回家 我就住在那个旧的教学楼里边 只有我一个人 窗户对面就是有一个保安大叔 我是看着他的灯光睡觉的 然后呢 我叔叔我们那个轮流照顾我的爷爷 但是轮到我家了呢 就只有我照顾我爷爷 上完学下学就给我爷爷做饭 那时候我还觉得不孤胆 挺幸福的 然后呢 初中毕业以后呢 我就回到了我父母的身边 家庭条件也不好 然后我收养了一条 那个德国牧羊犬 然后我爸的一句话 特别激励我 你自己都养活不了呢 你还养条狗 其实这也是一种 父亲的特殊的激励 我就暗自发誓 一定要养活自己 而且要养家糊口 养活他们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好一点 然后我就去 唐山有名的那种夜市 开始帮别人编那个金珠 但是收入还是不够多 就是一天 能养得起自己吗 只有十几块钱 然后呢 后来又做了什么 通过编那个转型珠 认识了好多女同志 她带上了那种 值钱的那种饰品 所以我就开始卖这些饰品 正好碰见一个市场上的 那个好心的阿姨 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开始卖饰品 第一天 我赚了好几十块钱 我就给我爸爸 买了一双鞋 花几十块钱 我感觉我自己好牛 有价值 对 人的自信都是从有价值开始 就是生意越来越好 我就自己租了一个大摊 我叫我姐姐跟我一起呢 扩大便便 我摆了三年的摊 生意越来越好 然后呢 我爸爸说 这个摊 有你没你都一样 因为大摊的时候 只有你姐姐在干活 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我爸又激励了我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然后我就 从网上联系了一个 北京的销售的工作 销售的业绩呢 所得的收入 比以前摆摊的时候 要赚钱 这个两次我爸的激励 使我成长起来 让我自信起来 谢谢大家